这段经文在圣经里面 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经文 因为 如果有人要来寻找耶稣的帮助的话 他通常会怎样 通常可能是在一个聚会的场合 然后耶稣在那边传讲天国的福音 然后 有一段时间他可能会为病人祷告 然后病人都好了 然后 也有可能像雅鲁这次所做的 他的女儿病得太严重了 他没有办法来耶稣这里 所以他就把耶稣请到家里面 然后希望耶稣去医治他的女儿 但是在这种情况的里面 都是怎样 都是耶稣他主动的 然后他是用他的医治 他要想要什么时候去医治 想要什么时候做事情 都是按照他自己的医治 可是我们看这一段的经文很特别 因为这个血肉的妇人他是从后面 然后就这样跑跑跑到耶稣的身边 然后去去摸耶稣一下 然后他的血肉病真的好了 然后他的血肉病真的好了 那这样或许我们也不用特别的注意 因为耶稣那个时候行了许多的神迹 这只不过是神迹当中的一个 可是在刚刚我们读的经文的里面 我们就会发现这段经文凸显出两个非常强烈的对比 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 还是请后面帮忙 这个没有用过 不会 两个不同的概念 第一个概念呢 就叫做拥挤耶稣 好像我们在逛菜市场一样 或者是百货公司联中大减价有没有 然后大家在那边挤来挤去挤来挤去 好像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 那如果我们是逛菜市场 或者是几百货公司 没有什么事情发生的话 这好像也没什么很正常嘛 对不对 可是如果我们是在聚会的时候 我们是在灵修的时候 读圣经的时候 祷告的时候 那在这样的时候 好像也没有什么感觉 我完全的无感 那是不是像那些拥挤耶稣的人 我们挤在耶稣的旁边 可是都完全没有感觉 如果是这样的话 算不算很正常 那再来 我们在这边就看到了 第二个概念 就叫做摸到耶稣 就是摸到从耶稣身上 所涌流出来的一个能力 我们晓得在耶稣那边 祂有一个泉源 这个泉源是一个生命的泉源 是一个医治的泉源 是一个喜乐的泉源 是一个能力的泉源 那这位血肉护人 他好像找到了一个方法 可以去得着这个泉源 可以去享用这个泉源 可以去享用这个泉源 我们刚刚说 一般人 他去 需要得着耶稣的帮助的时候 好像都是耶稣主动的 可是这个护人是怎样 这个护人 当他做这样一件事情的时候 然后耶稣根本四宣都没有去预备 要把这样的恩典涌流出去的时候 这个护人就得着了这样的一个帮助 所以摸到耶稣 怎样摸到耶稣 实在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那我们看到 这两点 这两个概念 为什么会有那么大的一个差别 它最主要的原因 就是在第三十四节 所说的 耶稣对这个护人说 你的信救了你 答案就是在信心 信心其实是维持天国生活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法则 我们都说 我们信了耶稣以后 然后理论上 我们应该都活在天国的里面 然后我们可以享受天国所有的丰盛 可是每一个人所经历的天国 好像都有点差别 对不对 有的人好像可以经历的很丰盛 可是有的人都会觉得 常常的都感受不到 最重要的原因 可能就是在信心方面 所以 但是信心 它并不是单独存在的 信心 如果我们从这段经文来看 可以看到跟信心相关的 有六个元素 所以我们今天要一起来思想 这六个信心的元素 然后也一起来思想 怎样用信心 来摸到耶稣 那所以 我们现在就来看信心的第一个元素 就是真理 在二十八节的地方 这个护人心里面想怎样 说我只要摸他的衣裳 就必痊愈 这个是护人的想法 可是真正的让这个护人得到医治的是什么 是三十四节所说的 是你的信救了你 信心它其实常常是一个开创的一个动力 如果 如果 那个 他发现新大陆的那个叫哥伦布 对不对 哥伦布他就是因为相信地球是圆的 所以 他就要往西边走 然后 要来到达东方 可是 虽然他后来没有完成 可是 他因着这样的一个信念 他就勇敢的往西边走 以至于发现了新大陆 但是 信心如果 没有真理的根据的话 那就会变得很危险了 我们可以不可以说 我有信心 所以 我就可以走在水面上 不可以 为什么 因为这违反物理的法则 人的比重比水大 所以一定会 沉下去 韩国的赵佣金牧师 就 曾经在他书上写了一段真实的事情 有一次 有一个韩国的有名的讲员 在一个地方 有一个很棒的一个特会 然后很多人都去参加 那有一个地区的人呢 他们要去那个会场的时候 中间隔着一条溪流 那平常的时候 那个溪流都蛮浅的 他们就可以朝着捷径 然后就这样走过去了 可是 在那一天的时候 正好是山洪爆发 然后溪水就涨起来了 结果有三个基督徒的姐妹 他们看到溪水长起来 可是他们很想去参加 这样一个聚会 于是 他们就商量了结果 他们就非常的有信心 三个人手拉着手 然后一面就宣告 因为他们想到 那个在圣经的里面 彼得不是也在水面上行走吗 对不对 所以他们就一面宣告说 彼得的神也是我们的神 所以神能够叫彼得在水面上行走 所以我们也要在水面上行走 然后他们就这样走了下去 再也没有上来 这件事情 让反对基督教的人 得到了一个很大的鼓舞 所以就是在舆论上 就大家的踏滑 基督教是迷信 上帝根本不存在 教会好像也有点垂头伤气是不是 你看那些人这么有信心 结果呢 沉下去了 但是 这三位姊妹的信心 有没有建立在真意上 你晓得 在圣经里面 彼得在走在水面上的时候 他是经过耶稣的同意的 彼得跟耶稣说 如果是你的话 你就叫我能够这样走过去 所以耶稣说 好啊 你过来啊 这三个姊妹 他们有没有上帝的话说 好 你可以走在水面上 完全都没有 他们只是凭着自己的认为 然后就走在水面上 所以 上帝 他会对自己的话负责 可是不会对我们 去误解了上帝的话 然后来负责 不会是这个样子 一个错误的信心 他可能会有两个来源 第一个来源叫做自以为是 一厢情愿的 就像这个妇人 他可能是觉得说 他很尊敬耶稣 所以耶稣很厉害 连带的耶稣的衣服 大概也很厉害 所以他就想到要去摸耶稣的衣服 然后 另外有一个可能 是对于圣经 一个 不了解 或者是一个 错误的一个解读 那 再加上 一个 很厉害的 在他们的 那個婦人他要去摸耶穌的衣服的時候 結果他摸哪裡 他是去摸耶穌衣裳的穗子 就這樣說 為什麼會摸衣裳的穗子 如果我們再繼續的 在讀馬可福音第六章的話 你就會發現當時有很多的人 都求要摸耶穌衣裳的穗子 然後摸的人也真的是好了 當然在這段經文裡面已經告訴我們說 其實也不是耶穌衣裳的穗子 他有什麼很大的能力 不是這個樣子 是信心的關係 可是當時的人為什麼會有這樣的一個觀念 好像說衣裳的穗子是特別的厲害 以至於這個婦人 當他一看到耶穌衣裳的穗子的時候 然後就很自然的就去觸摸 為什麼 原因是在 就約的時候 如果我們讀生命記 或者是讀民宿記的話 就會看到說原來神啊 就呼呼以色列人他們要在外衣 然後外衣的衣裳要做穗子 然後做了穗子要幹什麼呢 要叫他們一看到這個穗子的時候 然後就想到神的話 然後就要來遵守上帝的命運 本來是這個樣子 可是一直演變 演變到了後來 在耶穌這個時代 耶穌就曾經責備說 他們說 說你們怎樣 當時的以色列人 他們就把那個衣裳的穗子 把它做了很長 然後耶穌就責備他們說 你們把那個衣裳的穗子做長了 目的是要幹什麼 是要叫人能夠看見 要叫人看見 好像怎樣 這個衣裳穗子做得很長 好像很屬靈嘛對不對 就一個屬靈的 一個屬靈的人 不在乎他有沒有遵守上帝的話 就在乎他的衣裳穗子有沒有很長 後來就演變成這個樣子 所以好像 衣裳穗子在當時 好像就是變成是一種 一種選學 一種大家都覺得很厲害的東西 所以我們看到 一個不正確的信心 可能會有這樣一個 這兩個來源 可是 不管是怎麼樣 這個婦人 都是一個天大的一個誤會對不對 他其實是誤會了 還好 還好他的對象是耶穌 如果是其他的話 可能他就要失望了 那 我們再來看 第二個信心的元素是品德 下面那一個 在雅各書二章二十二節這樣講說 可見信心是與他的行為並行 然後並且信心因著行為才得成全 你看那兩個紅字 信心跟行為 它是有相關聯的 如果一個沒有行為的信心 如果一個沒有行為的信心 那是假的 信心一定會產生一個正確的行為 是會合乎審的一個品德 我們又要來看這位婦人 你曉得 血肉在綠法的裡面 是一個滿嚴重的一個問題 當一個人 換了血肉的時候 他就叫做不潔淨 那不潔淨那個時候是過街老鼠 每個人看到他 可能都要打開了 都要躲開了 因為不能夠碰 一碰到了以後就不潔淨 然後不潔淨了以後呢 那一天就報銷了 然後要到晚上 然後他要去洗衣服 然後要去沐浴 然後過了第二天 他才可以重新開始潔淨 所以這位不潔淨的血肉的婦人 為了要去摸耶穌 然後他前面很多人嘛對不對 然後他就 一下子就直接跑到耶穌那裡 是不是 不是嘛 他總是要經過一些人 甚至要擠開一些人 所以在這一路當中 他會碰到多少人 然後那一些人 都要因著他的緣故 變成了不潔淨 很自私對不對 而且不但是這個樣子 當耶穌要找他的時候 他原來怎樣 原來想要躲起來 你看如果讀那個 路加福音那邊 他忽然在那個時候 好像看沒有辦法了 他說知道不能夠隱藏 他知道沒有辦法躲了 然後不得已就才出來 所以這樣的人 值不值得得到醫治 如果是我們 我們怎麼想 我們可能會覺得不值得 對不對 所以 其實 這個婦人他還有失去 他已經得到醫治的一個危機 因為 你看 在 三十四節的地方 那個 耶穌跟他講了一句話說 你的災病痊癒了 當他講你的災病痊癒的時候 其實 這句話它是一個命令句 通常耶穌要醫治一個病人的時候 他可能就是 用一句話 來 來 畫出一個命令 然後那個病人就好了 所以我們後面看到的 那個 耶 那個 雅魯的那個女兒有沒有 耶穌怎麼說 耶穌說 閨女我吩咐你起來 那 這句話呢 也可以這樣講 說 災病喔 我吩咐你好了 幾乎是可以這樣子翻譯的 幾乎是可以這樣子翻譯的 可以這樣子翻譯的 耶 但是 他這個時候如果再花這樣命令 是不是好像有點奇怪 因為怎樣 在二十九節的地方已經告訴我們說 那個時候 那個婦人血漏的源頭就乾了 他的病已經好了嘛 那他 在這個時候再多講這一句話 有沒有多此一句 那其實 在 原文的裡面 這個命令句 在很少的時候 它 可以是一個 允許 這個允許 好像說 聖經 不贊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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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意的 就離婚 但是呢 耶 祖 告訴 保羅 在哥林多 前書那邊 告訴哥林多的教會說 如果 你的配偶裡面 有人 因著你信仰的緣故 然後 他要離開你 然後他 他說 他如果要離開 就讓他離開吧 就讓他離開 意思 他也是一個命令句 但是 當然不是說 我就命令你 那個 不相信耶穌的配偶 就離開 當然不是這個樣子 而是 他如果真的要離開 就讓他離開吧 就准許他離開吧 所以在這裡 耶穌說 你的災病 前癒了 那他其實是一個 准許的一個命令 這個護人的病 什麼時候才真正的好 就是在 他願意出來 然後耶穌給他 一個正確的教導 然後他明白了 真理了以後 然後耶穌就准許他 你的病 真正的好了 好 那我們再來看 第三個 第三個 信心的強度 信心當然是越大越好 對不對 越有信心越好 你看 如果在 那個螢幕的裡面 那個 我在 就是那句話說 我只摸他的衣裳 就必痊癒 我在後面這樣 打了一個問號 為什麼 因為 其實這句話 是一種所謂的條件句 那條件句它本來有個因果的關係 就是說 好像 我們的皮膚 然後去碰到 八十度九十度的熱水的話 就一定會怎樣 會被燙傷 對不對 有這樣一個因果的關係 那如果這句話是這樣的一個一般的條件句的話 當那個婦人去想說 我只要去摸耶穌的衣裳的話 就必痊癒的話 那他是有百分之百的信心 可是 這句話 他並不是一般的條件句 在原文的裡面 他是叫做所謂的第三類的一個條件句 那第三類的條件句的裡面 他本身就帶著一個不確定 他可以是怎樣 他可以是非常的可能 可以是有可能 也可以 只是一種想像的 然後 根本都不會發生 所以他帶著一個非常大的 一個 不確定 就好像氣象報告 以前我們的氣象報告 很喜歡報告說 請十多雲偶振宇有沒有 這個報告有沒有報告 根本沒有報告嘛對不對 因為什麼事情都可能發生嘛 所以我們後來 氣象報告要把它改成怎樣 改成說降雨機率多少對不對 我們改成這個樣子 那 但是 那個 這個婦人呢 當他講這樣的話的時候 其實 他心裡面 不是有百分之百的把握的 然後 在那個前面的地方 他那個意思說 其實原文他只有一個字叫做說 然後 這個說的那個動詞的裡面呢 他所代表的一個含義 他是一個 可能是 持續的說 或者是一個 反覆的說 所以 我們可以 知道 那個婦人那個時候 他心裡面 可能是在一個 反覆的 反覆的 講說 我只要摸他的 一場的 那個一場 我就必全意 然後 再這樣一個 反覆的這樣一個說 我們都聽過有一句話叫做 走 夜 路 吹口燒對不對 沒有聽過嗎 走 夜 路 吹口燒 為的是壯膽 如果一個人 半夜的時候 然後走在魂墓的旁邊 然後他一直講說 我不害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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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還是有一點點害怕嘛 對不對 所以 這婦人 他好像 在這個時候 他要鼓起勇氣來 他一直 反覆的告訴自己這樣 然後讓他有勇氣 去做完他所要做的動作 所以 這個婦人的信心可能沒有我們想像的強壯 那 我們再來看 信心的第四個元素是行動 那 這個婦人有什麼行動呢 在二十七節的地方說 他聽見耶穌的事 然後就從後頭來砸在眾人中間 要摸耶穌的衣裳 所以 信心呢 需要有一個配合信心的這樣一個積極的一個行動 這個婦人 他要來 摸到耶穌 是不是一個很簡單的事情 一點都不簡單 因為是怎樣 因為他是十二年血漏的病人 所以 他一定會有嚴重的一個貧血 一個 嚴重貧血的人 因為他的血色素的含量很少 所以 他 心臟 需要 加速的工作 然後 才可以把養分 帶到全身的各地 所以 一個 嚴重貧血的人 他常常是 心跳是會加速的 然後會頭暈的 然後會四肢五立的 是會臉色蒼白的 他最不能夠做的是怎樣 是激烈的運動 可是 我們看 這位婦人 當他要來摸耶穌的時候 他前面 這麼多的男人 然後 帶路的是誰 是那個牙乳 那個 病的 病得快要死的 那個牙乳 所以 當他在帶路的時候 他會怎麼走 慢慢的 好像散步一樣的 然後悠哉悠哉的 一定不是 他一定是三步做兩步 然後 拼命的走 然後希望趕快的走回家 那在這樣一個時候 這個穴漏戶人 他要 超越 全面的這一群人 然後要擠到耶穌的旁邊 要來去摸耶穌 這件事情 容不容易 非常的困難 他這樣子 一面走的時候 然後 他就一直在那邊 氣喘不停 然後 他覺得 他快暈倒了 然後 他覺得 我真的有辦法 能夠去摸到耶穌嗎 然後他經過一個人 好不容易又一個人 然後 終於 去摸到耶穌了 他在拼命 他為什麼要這麼拼命 因為 他想 如果 他這一次 沒有辦法去摸到耶穌的話 他的病不會好 他的病不會好的話 他一輩子就只能夠這樣子 在一個很慘淡 很黑暗的 這樣一個光景的裡面 他不願意 他不願意 所以 他就拼著命 他一定要做成這件事情 所以 在這樣一個行動裡面 其實他是很冒險的 因為 他可能在半路上就修課了 是不是 所以 所以 有時候 信心 需要 有一點冒險 好 我們再看 第五個 第五個元素 是 在三十二節 三十三節裡面 講說 耶穌周圍 跟觀看 然後要看做這事的旅人 那個女人 知道 在自己身上 所做成的事情 然後 就恐懼佔心 然後 胡胡在 耶穌的跟前 然後將死情 全部的來告訴耶穌 這個護人 為什麼 要這麼光明的 這麼偷偷的 去摸耶穌 所以這叫偷偷摸摸嘛 對不對 護人 他如果能夠 很優雅 然後 很體面 他願不願意 每一個人都願意 可是這個護人沒有辦法 為什麼 因為他見不得光 他沒有辦法 光明正大的 站到眾人的中間 他其實是很可憐的 因為 十二年的血肉 讓他每天 就在疾病的一個痛苦的裡面 然後 就常常看說 我的血 然後又流出來了 那是很恐怖的 你要不要去試試看 哪一天 你不曉得什麼受血 然後就 啪啦啪啦 就一大堆 就 就這樣流出來了 所以 他的心情是很難過的 然後 然後他在醫生的手上 就花進了他的所有了 所以 他也是很貧窮的 然後 他以前的好朋友 剛開始的時候 可能很同情他 可是 時間長了以後 雖然還是很同情 可是當他看到的時候 當他那些好朋友看到他的時候 可能就把臉轉過去了 因為他想 是不是又要來借錢呢 然後 他走在路上的時候 別人看到他 就像看到瘟疫一樣 所以 就是 在他 生病的 這一段期間的裡面 他是 自己一個人 躲在陰暗的地方 然後 在那裡 過一個很可憐 很可憐的生活 他 只要 苟延殘喘 他只要 活得下去就好了 然後 然後 他 一天裡面最快樂的時間 可能是 晚上 還有 睡覺了 然後眼睛閉起來 什麼都不知道的 那個時刻 如果他沒有失眠的話 如果他失眠 可能連這樣一個時刻 都沒有 所以 他真的是 滿可憐的 那 這個時候 要叫他 站在眾人的中間 然後 變成 眾人所 矚目的 這樣一個對象的話 他 心裡面 所要 克服的 那個障礙 有多大 其實 他可以有很好的理由 因為 耶穌的門徒 已經跟耶穌講了 說 大家都在那邊急你啊 所以 所以 他就可以 自我自我安慰說 大家都 都有去碰到耶穌 不是只有我一個人 他可以自己欺騙自己 可是他沒有 可是他沒有 他 仍然是很勇敢的 然後走到了眾人的中間 然後 他願意順服 順服 其實 是一種 對耶穌的一個信任 雖然 雖然 雖然知道 這種情況 對他很不利 雖然 知道這樣的一個 情形 會讓他 落在一個 他覺得 非常不願意忍受的 一個情況的裡面 可是 可是因著他 對耶穌的信任 他還是走出去的 所以 第五個 元素是 順服 第六個元素是什麼 是忍耐 這個護人 是不是 第一次 來到耶穌的旁邊 然後就 找到這樣一個機會 然後就去摸到耶穌 很可能不是 很可能 是在 很多的情況的裡面 然後他就在那邊徘徊 然後他就 就在那邊 要出去 不要出去 要出去 他內心的裡面 就這樣一個掙扎 那在這樣一個掙扎的期間 可能他忍耐了許久 然後 得到了一個機會 就要衝出去 這個護人 是不是這樣的 經文裡面 沒有寫得很清楚 我們 不是完全能夠了解 但是 至少在這段經文的裡面 有一個人是滿忍耐的 是誰 就是那雅魯嘛 對不對 他本來應該是主角 他本來應該是帶隊的 可是他路走到一半的時候 突然間 碰到了這樣一件事情 然後一大群人就 停下來了 然後 然後就在那邊要找 要把一個護人找出來 然後折騰了老半天 然後 這個雅魯他心裡面有多著急 怎麼不快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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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真的是拼命的忍耐 然後 忍耐到最後 人家來告訴他說 不用去了 你的女兒死了 所以 忍耐的結果 就是 不能夠挽回 是不是 我們不是常常認為這個樣子嗎 當一件事情 然後 我們 我們要來禱告 然後我們要把它交錯給神 可是 你一直忍耐忍耐 忍耐到最後的結果 然後信心都失去了 沒有辦法 可是 雅魯的女兒這個例子 讓我們看到 怎樣 忍耐 往往會通往一個更大的一個神蹟 因為 這個時候 耶穌已經在路上 耶穌已經跟雅魯在一起了 所以 然後 耶穌告訴雅魯說怎樣 不要怕 只要信 所以 這句話 真的 讓我們在忍耐當中的人 都 會 有一個很大的安慰 在 十九世紀的時候 那個 有一個 英國人 叫做 然後 上帝 用他 去 那個 開拓了 無所的 托兒 托兒 托兒所 不是托兒所 那個叫什麼 孤兒宴 對 那 他開拓孤兒宴的時候 他完全都不找人的幫助 他有很多的問題 他都 那個來 祷告上帝 求上帝來幫助他 那 他 他就把他 祷告得欲允的 那個事情 全部都 把它寫在他的日記上 所以 他的日記的裡面 有五萬篇以上 都是 祷告蒙神答應的一個紀錄 所以他的祷告是很出名的 那有一次 有一個 教會機構的 那個 記者 就來訪問 穆勒 說 穆勒先生 你可以不可以 告訴我們 說 你所祷告的事情 上帝是不是 全部都成就 有沒有不成就的 那個 穆勒 就回答他說 說 當然沒有 我所祷告的 上帝全部都成就了 但是 還有一件事情 我有一個朋友的小孩 我祷告 他要能夠認識耶穌 我已經 祷告了 五十二年又六個月 五十二年了 五十二年又六個月 他現在還沒有得救 但是 我相信 他一定會得救 因為 我在為他祷告 後來 穆勒 死了 到他死的那一天 他朋友的小孩 還是沒有得救 可是 就在 穆勒那個棺木 要晃到墓穴的時候 他朋友的小孩 就 就 跪在 那個 墓穴的旁邊 然後 把自己 交給耶穌 母樂死了 可是 他的祷告 仍然活著 所以 我們知道 我們怎樣才有辦法摸到耶穌 就是要信心 可是 要有 什麼樣的信心 才能夠摸到耶穌 我們剛剛看到的例子 這個婦人他得著醫治 是不是因為他對真理認識很清楚 不是 是不是因為 他的信心 然後顯出很好的美德出來 不是 是不是他有很強大的信心 好像也不是嘛 那 是不是 他順服神 他有順服神 他有順服耶穌 可是他的順服是怎樣 他的順服好像是被逼的對不對 耶穌叫他出來 他不得已嘛 只好出來 那他的那個 他 他有積極的行動 沒有錯 因為他幾乎是拼命的 可是 他雖然有積極的行動 可是因為他真理是錯的 所以 積極的行動的裡面 可能帶給他很大的危險 他有可能會 休克在半路上 那 還有呢 他是不是因著信心 然後非常的忍耐 他如果有忍耐 也不是從信心出來 是從哪邊出來的 是從他的害怕出來的 害怕去直接的去面對耶穌嘛 所以 如果 我們這樣子講的話 是什麼 讓這婦人得著醫治 是 他 可憐的 殘缺的 信心 還是 上帝的恩典 你們會選哪一個 是不是上帝的恩典 上帝的恩典 是他得著意志 一個最主要的原因 所以從前面的討論的裡面 我們 就可以 得到兩個重要的結論下面 第一個 神必定 會回應信心 神是憐憫的神 一直在等待人 用信心去尋求他 神回應人的信心 是一個反射的動作 有信心一定會有回應 第二個 神衡量信心的標準 神對人的信心 要求的並沒有太高 不然照著他 所知道的已經盡心 盡力的來尋求神的幫助 所以 神稱讚他的信心 神不會要求超過我們人力的事 不要怕信心太小 達不到神的標準 而是要看我們是不是盡了力 這兩句話很白話嘛對不對 大概不要解釋 我們一起來讀一下好不好 一 神必定會回應信心 神是憐憫的神 一直在等待人 用信心去尋求他 神回應人的信心 是一個反射的動作 有信心一定有回應 二 神衡量信心的標準 神對人的信心 要求的並沒有太高 然後 互人照著他所知道的 已經盡心盡力的尋求神的幫助 所以神稱讚他的信心 神不會要求超過我們人力的事 不要怕信心太小 達不到神的標準 而是要看我們是不是盡了力 有信心一定有回應 我們盡力了沒有 好 那下面要看 我們怎樣才能夠 摸到耶穌 好像時間差不多了 OK 那我想我們今天就停到這裡 然後我們把這樣的一個結論 把它記下來 然後應用在我們的生活上 好 請進拜堂社會上來好不好 好 請進拜堂社會上來好不好